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引起香港社會反彈 上萬市民週日走上街頭抗議 而中共人大不顧各界反對聲浪 週一上午審議草案 香港18區的380多位議員連署 表示《港版國安法》摧毀一國兩制必須撤回 中共在與英國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中承諾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後 香港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 現有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50年不變 這個50年的截止時間應該是2047年6月30號 然而2020年5月21號晚間 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宣布 兩會期間將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 據瞭解 這項草案通過後 將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香港版中國國家安全法 不經過香港立法會審議直接納入《基本法》附件三 去年11月24號舉行的香港區議會選舉 創下歷來最高的71.2%的投票率 民主派大勝在452席中取得了各半數的協會 香港海送中運動將建立並燃 緊接著9月的香港立法會選舉也即將到來 外界認為中共當局擔心失去立法會席次 推出國安法就是要全面擴大對香港的掌控 中華民國立法委員王定宇認為 中共當局撕毀承諾 準備強行通過所謂的港版國安法 顯示中共當局對政權已經沒有信心了 它必須要在人大裡面來直接處理這個國安法 這項草案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相關法律 主要針對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國家 恐怖主義活動以及外部勢力干預 公告沒有提供更多細節 但表明新法將使中共中央政府有更多的法律依據 可以直接懲治在香港發生的大規模反共抗議活動 這個國安法在人大通過之後 等於剝奪了香港的司法獨 那剝奪了司法獨立之後 一國兩制將不復存在 它就變成實質的一國一制 香港就變成香港式 而不是一個特別行政區 香港市民尼可說 他們下午1點開始遊行 遊行人群布滿整個港島 尼可說 他看見水炮車和裝甲車從他身邊過去 後面緊隨兩輛大巴 上面坐滿了軍警 他知道香港警察開始抓人了 還傳出警察開槍 截至24號晚間9點多 至少有180人被捕 罪名是非法集結和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等 因為區域太大了 範圍太廣了 人太多了 截至24號晚間9點多 至少有180人被捕 罪名是非法集結和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等 北京兩會強推《港版國安法》引發國際社會批評 香港18區的380多名議員也連署要求北京撤回 與此同時 一段中共前總理中榮基針對香港的講話 也在網絡廣傳 如果香港搞不好 不但你們有責任 我們也有責任 香港回歸祖國在我們的手裡搞壞了 那我們岂不成民族罪人 2002年11月19號 市任中共總理的朱鎔基 針對當時的香港局勢脫稿演說 強調如果香港搞壞 中共就是民族罪人